- 小心点- 你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 默许 扶一下 扶着 扶着 自己看 扶一下 牵起来 拿过去 送过去 快点 拿过去 好好看看 修书 对 我要修夫 今天来我就是要正式通知你 宁宇轩 从今天开始 这个宁府的大夫人 谁想做谁做本 姑娘不做了 所以从明天 我就要正式离开洪府 我要修夫 修我 对啊 听不懂啊 还是不识字啊 那上面写得很清楚啊 你看 你看 你看看 这自古以来只有夫修妻 还从未听说过妻子修夫啊 什么意思啊你 爱男人犯了错误 不应该承担后果吗 大夫人说的不无道理啊 犯错不分男女阶级 不管是谁 若是犯了错 都应该勇敢承认 这位兄台 你想法很正确啊 虽然我们素未谋面 但是你一定是个 明辨是非的好人 兄台 不是 我 我怎么成兄台了啊 不是 桑宇 我 陶思维 你不会把我给忘了吧 大夫人失忆了 失忆 你失忆了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失忆啊 我 我不行 你们俩先出去 不是 你就来了顿鞭子 怎么可能失忆呢 不可能 我不行 你们俩先出去 你别闹了 我是陶思维 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陶思维 子子曹 我有那种金床药 你自己要用啊 我给你带的 千万要用啊 金床药 他怎么可能失忆啊 不可能 这两人真是 聂草宇 本侯有爵位在身 所有的亲事都是皇上亲定的 你若想离开宁府 找皇上说去 好害怕啊 那皇上压我是吧 我告诉你 不管谁同意 刀架在我脖子上的时候 你管过我吗 你念过一份旧情吗 旧情 本侯就是念在旧情 所以才一而再 再而三地纵容你啊 穆许你听他讲得好不好笑 说什么鬼话呢 对我施鞭行 那叫纵容我 你是不是脑子有炮啊你 我 这顿鞭子 就当是给你的一个警告 有什么话 等伤好了再说 我在这儿我就好不了 在这儿谁帮我当好人 我说了 那些事情我都不记得 不是我做的 有人信吗 你信吗 现在好了 你我之间一点信任都没有 那为什么你还要把我困在这儿 我就是要走 我告诉你女轩 今天不管如何 我都要走 我就是要修了你 我就是要离开侯 离开侯府 谁让你们把大夫人抬到这儿来的 是大夫人 把大夫人请回司过阁 我 等你找回记忆之后 再来跟我说些话 先放下 先放下 没让你走呢 先放下 李玄 我告诉你 今天我还治不了你了 我告诉你 我就是要离开这儿 不管谁说什么 你没有资格 跟我偷干活走 你们慢点 您别动了 不是 你说我爹是郑远大将军的吧 嗯 好 你赶紧收拾东西 我们天还就离开 我要离开找 你带我去找他 回娘家 对 这有点远吧 有多远 好远哪 聂老将军常年在西北镇守 后来就举家都搬迁到西北了 西北呀 况且 您嫁给侯爷后 您跟老将军的关系啊 就紧张了许多 还有这个事情 不过您别担心 这几年 有老夫人和您妹妹从中协调 您跟老将军的关系啊 已经缓和了许多了 这个宁亦轩 搞得我家里也不安宁 你说我真是瞎了眼 我怎么能看上他呢 您别这么想 也许 这都是误会呢 昨天鬼白还特意请了金虫 最好的大夫来给您看伤口呢 误会 误会 他打了我一顿鞭子 再给我找个大夫 我就要感谢他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在这儿 我一刻都不想带 那 那咱们要走 去哪儿啊 咱们身上的钱架起来 连付一碗的房租都不够 我 我负不起也要走 我跟你说 沐雪 不管我以前有多爱他 我从今以后 跟他井水不犯河水 事不两立 还想点上 沐雪 大夫说 我这伤多少天才能好啊 大夫说 至少还得七天呢 七天 嗯 好 就七天 七天 我趴着也要把钱给赚了 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他 宁府 快 快复一下 疼了吧 哎 鬼白白天在为夫人请大夫时 在门口听到了几句话 根据现在查到的证据和夫人的话 她可能真的只是想挣钱 她说什么了 我 我 不方便说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 说 这个宁玉轩 搞到我家里也不安宁 你说我真是瞎了眼了 怎么能看上她 这是夫人的话 不是我说的 她还说什么了 您 愿意听吗 说 我 就七天 七天我趴着也要把钱给挣了 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他宁府 离开宁府 趴着把钱给挣了 鬼白 你确定你那天捞出的真是念造了 离开宁府 趴着把钱给挣了 鬼白 你确定你那天捞出的真是聂丧鱼 千真万全 你说这世间会不会有两个长得 一模一样的人 不会这么凑巧吧 即便是聂家的二小姐 与夫人的容貌也不禁相似 你说她明明就还是她 但就是 处处都不太一样 夫人现在如此恼怒 她是否表现了